歡迎各位來到張福元跑馬4.0的頻道 剛剛跑完第一場頭長得爆 有爆而已 八十多倍的 全球最低分而已 不過這樣說最低分就是因為他半年沒有跑 他賽職很好 跑六場三分兩批 也不是很差的 不過分這麼低你又不相信可以 多數都不相信 他又不是說冷到離譜 因為他在英國那邊都是一賠33 和香港差不多一賠 也不是說沒有機會 但是很敏的馬都被他贏了 但是最重要是梯梯的場地 一定不是好像快地 也不會是好地偏臨那邊 我覺得是正常好地 就是說全部馬 所有馬都吃跑 更加麻煩了 以前我們做高科技 就算是西那些乾地不行的 現在好地的馬都會跑 更兇險 這場就是高雲帝錦標的二級賽 比兩歲馬跑 多數的馬就跑過一兩場 即半天跑過三場 如果跑三場那些馬都很敏的 一般來說買這些 一出即勝或者跑兩場贏兩場的馬 大宇門一路 就是上個星期開始 都是鵝魄派人那一隻 古都明河 大宇門一路一面倒 大宇門還沒有回過票 因為在外國來跑兩場贏兩場 不過問題就是 總之全世界 等香港都是賭名牌 香港人喜歡個人賭 潘頓、莫雷拉、蔡汗 外國的馬迷都是一樣的 鵝魄派人 莫雅這些一定是叫作力強的 所以它是早盤大宇門合理的 但是是不是贏了呢 我覺得有機會 但是我自己這場選了六隻 六隻因為我這場 在外國的馬場上 是否調查血統 哪一隻馬好一些 哪一隻馬貴一些 一定可以的 又不是的 那我們連臨場取捨 又不行 因為他第一次見 從來沒見過一隻馬 你怎知道有沒有進步 又不行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計賭 就是博彩來講 古都明河 他兩場在外爾蘭 都不是在大馬場贏的 他在中級馬場 不是馬場 就是中級馬場 這場是比較好 那回到中級馬場 就是比較低級 那也算是中級 是中級馬場 他還沒在大馬場贏過 那為什麼呢 是不是就是 派人太多好馬 這些也不算好馬 在第二級馬場跑 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還是不反對拖的 你買我也不反對 我自己選不買這隻 有機會但是不選來買 因為如果純粹計這個 從這個績來說 12號都是愛爾蘭馬 夏琳頓夫人那隻的獨棍打拍 一樣是跑兩場、贏兩場的 還有它是在Kara贏的 它是愛爾蘭人最大馬場 首席馬場贏的 那比較特別 馬贏兩場 第一場爆冷起 留在中級馬場 爆完冷去到Kara 再爆冷 就算不信這什麼馬來的 但是如果在外國的賣迷 兩場走寶就沒得買 但是反過來你香港沒有走過寶 是吧 你會不會是贏完已經用得太多 你說兩場都買不中 現在買太遲 那你香港的賣迷就不需要考慮這件事 我反而我認為這是一隻邊線賣 我總之這場我做了功課選了六隻 我想臨場比較特別的 我一號做功課的時候我其實不是刻意爬爛的 我是喜歡三四兩隻的 三是正路馬來的 就是這個曼西斯 跑一場贏一場的 因為他就在 先不記得了 但是他就在Rippon 這個北部的馬場仔贏的 他就沒有證明什麼的 但是他也沒有輸過 你也不能夠證明他不行的 我考了很久之後 我還是擺去做自選的 我就博 我知道我沒有看賠率的 我就選了四號做正選的 就是這個陀鴻 他在英國那邊是十二倍的 我只是立立了 香港那年難一點都是十二十倍 十八倍 我覺得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是兩場都贏乾快地的 但是今天他優勢少了 我再說一下 如果我們叫快地 就拿幾隻 那他的機會大一點 但是現在反過來 跑好地直接就可以了 他的機會是拉低的 但是我還是要回 因為他上一場的贏馬 是在這個 帳數日 大賽日 贏高掌金賽事 那就是說呢 其實他是參試馬來的 何況拋了一場贏兩場 那我自己來說 因為覺得他有十幾倍 我就擺這隻馬 是做這個正選的 就是我擺下去的 後來發覺冷得很緊要 暫時不要他 那我自己最後的篩選呢 那我做功誤 在古巴雷明呢 都考慮過的 古巴雷明呢 就是跑到初出 就在新市場 大二門 博書跑第二 再出呢 就是York 都是大馬場呢 就贏比較高掌金賽事 都是大門 就是跑兩場都贏兩場呢 我覺得都是 還有熱門 就是兩場熱門 就是V1P呢 都是要的 那所以我現在撿回 我就把那個 就是減了一隻 這個聖人旗子 那我認為四 四號會很有機會 三八 十二都有機會的 那至於俄柏人那一隻 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覺得 不應該是兩倍的馬 我覺得應該跟其他馬差不多 那有什麼補充呢 這場都挺暖的 二十二隻馬 香港有四個P4 四個P4 對了 你賺了四號 如果我補充一隻 一隻 今天可能地 你一定幫到他 但是我猜他會跑的 應該就是五號的滄海製霸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冷 現在香港有二十幾倍的 這隻馬 我都不太好 那隻那邊是半二門來的 現在都是十倍的 是啊 那我做功課這隻 就是跑前人一次 在Cara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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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來講就是當乾地 它是沒有根據的 是啊 但是今天現在看地是好地 我覺得這隻馬 是啊 真的可以兜回去的 這隻 我覺得 說完了 因為今天地 可以做功課 誰都想著跑乾快地 現在跑回正常的 什麼馬 會跑的地 就更加難選的了 是啊 所以如果現在香港有二十八倍 可以兜回去這一隻 那 那 這場是出二十二隻 那我就選了六隻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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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那 這一 那 我可以說大業本是需要的 不過 我認為 就不放在二十幾元 是吧 就不放在四十五元 就是 就不放在四十七元 如果加上那鋪五號 我們還可以送回四十五元 就会选择4号的WinPay 是的 我也挺喜欢4号的 但是可以了 现在有18倍香港也值得玩 头场我们显示的那个赔率就没有上次那么夸张 港英两地的赔率就比较接近了 没有上次的赛日 打比日那里离航脱折 看看会不会是今天会好一些 我立即立的赔率也是差不多 当然我们说4号在香港是很分的 是 同意 没错 所以刚才也 再重新说一匹好数 我们这场园有6个给大家参考 4号 5 3 4 5 8 12 17 6匹 我们这一集就先谈到这么多 我们今天的免费频道已经出了 出了两场了 今晚第三场至第六场 我们都会在会员频道继续 每一场跟大家提供的 会员朋友留意 在第六场 做完场 做结果的时候 都会讲完第七场 都是会员频道的朋友 我们不会即场讲第七场 但我们都在第六场的时候 都会讲完第七场 请各位会员朋友留意 欢迎成为收藏会员 成为收藏会员的方法 在YouTube的文字符 里面的连接 进去 就会知道成为收藏会员的方法 就会员频道继续 就会员频道继续